一眨眼转个靓弯, 这么快圣诞节就结束了。 这几天就已经如常地上班, 那圣诞节做了些什么呢? 食、玩和睡, 就是这么简单。 当然,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播剧。 前段时间就刚刚看完 这个Disney Plus的原创综艺, 粉红方言, 是属于一个恋爱的真人show, 当中每一个的参加者, 进去之前都是有一个秘密的, 其实都挺爆炸的, 第一集就说有一个女参加者, 曾经是个三级片的演员, 不过当然, 去到中后期很多重复性的行动, 或者一些任务, 都是跟我自己认为的 韩国恋爱综艺节目三巨头 是十分之相似的, 三巨头就包括有 《换成恋爱》, 《黑色路》, 和《Love Capture》, 三大巨头之中, 我就只剩下《Love Capture》未看, 这个真的要等待放假, 多些时间才一次过煲一下它, 不过说到前几个月最hit的《换成恋爱》, 而这个贵文卿真是绝对的大反派, 冷暴力, 言语暴力等等, 不停轰炸海恩, 海恩做什么都是错的, 这个又让我保留下, 留下来再慢慢说这个《换成恋爱》, 所以有些朋友见到我今集的题目, 可能会弄到少少说这个《综艺节目》, 谁知听完就发现, 咦, 讲几句而已, 是啊, 现在还是opening的时间, 要去到环节的时间, 才会详细去讲的, 如果对《换成恋爱》真的非常感兴趣的话, 可以先回顾第十六集的节目, 无论是《换成恋爱》也好, 黑色炉也好, 让我做多些功课, 迟些才慢慢分享了, 基本有今无也不折思王, 大家好, 我是韩国恋爱综艺节目的粉丝, 者信啊! 欢迎光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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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次, 欢迎光临, 二三次, 借信, 二三次! 实在是非常非常多谢大家, 因为一年又过去了, 说这么快又来到年底, 在第四十五集的时候, 将会陪伴着大家, 到过这个2022年的最后几天, 都真是过得几快下的时间, 录下一集, 录下一集, 其实很快又一个月了, 你看下, 现在只录到四十几集而已, 说这么快, 就已经又说去到年底, 踏入2023年了, 是不是? 当然我自己也都很享受, 透过这个节目, 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 我感兴趣的事情, 或者是我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 好像前一阵而已, 我在YouTube上, 就Upload了一条一天MC的影片, 主要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都挺常做的一个freelance, 就是婚宴的思乙, 又或者婚礼都好, 就要看那对新人的安排了, 而其实我自己的拍片经验, 就不算说真的很多, 主要买完那部新相机, 唯一经常去做的就是Walk了, 不过对比真的要对着镜头去说话, 收音又好, 画面又好, 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来的, 所以那一天去做这个婚礼之余, 要忙着拍片, 其实那个头都真的挺爆下, 虽然事前就说, 大约想了些什么画面要拍下, 但是你去到现场, 实际会是怎么样的环境, 真的不会知道的嘛, 再加上原来对着镜头说话, 对了, 和现在纯粹录音呢, 有个分别在的, 是真的会比较紧张一些, 而且又不想好像机械人那样, 一字一句都背到足了, 只是简单地事前做功课的时候, 想了些key point, 希望在录的时候可以自然一些, 但结果出来应该都算不太差的, 我自己认为, 其实当日去到会场之后, 都挺忙着, 除了你说要做MC的工作之外, 又要用很多的心机, 去想一下拍一些散片也好, 有什么位收音, 说话会清楚一点, 再加上那一晚来说, 有很多突发的事情要去处理, 真的非常忙碌, 只要一有时间可以休息, 就要找位拍, 而一个惊喜点的位, 就是今次的拍摄, 我用了一支全新的镜头, 对啊, 又买了一支新镜头, 真的很棒啊, F1.4的光圈, 拍出来的前清后蒙啊, 景深啊, 全部都真的很满意, 唯一不满意就是比较食电一些, 真的很快就用完一件电了, so far来说, 虽然那晚感觉上是拍了很多东西, 但是其实出到来剪买呢, 加上都是只有8分钟左右的, 都算是累积了一个很不错的经验的, 希望迟些去旅行的时候呢, 都可以拍多些片,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去旅行的那种开心法呢, 但其实呢, 拿着个相机, 加上一支这么重的镜, 再加上个稳定器, 去说话呢, 只手呢, 都真的挺累的, 在这个时候呢, 特别想念一些很小的机仔, 例如GoPro, 当然你说画质上可能是差不多, 或者差一点啦, 但是收音方面可以怎么解决呢, 又真的要再做功课, 看看可以怎么再做好一些啦, 因为收音这一样东西呢, 我自己来说是比较执着一些, 很希望录制出来的声音呢, 是够清楚的, 但是你知道啦, 如果你走远少少啦, 这支麦克服呢, 就已经收不到你把声那么足啦, 所以又真是一个难题啦, 需要继续去努力的, 那在这呢, 又沉气些, 希望各位的善长人翁啦, 可以请我喝杯咖啡, 用payme的方法又好, 如果在外地的朋友, 不在香港的, 可以透过YouTube的平台, 去赞助一下弟弟, 让我可以继续拍多些片给大家看啦, 或者是大家对于来着的方向, 有些什么意见, 想看些什么的片呢, 都欢迎随时告诉我, 我的鼠窿呢, 都是继续继续开放的, 好了, 话这么快准备踏入新的一年呢, 整个YouTube和Podcast都有一些新的方向呢, 是准备登场的, 先讲一下Podcast先啦, 好惊喜的, 也都对自己呢, 是一个新的挑战, 就是本身不是两个礼拜一集的, 隔一个星期三晚的九点钟就登场啦, 但是去到下个星期, 即是2023年的第一个星期开始啦, 我就决定, 每个礼拜一集, 是啊, 更新多了, 一个月会有四集登场, 同样地呢, 都是保持在星期三晚的九点钟的,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呀, 环节上呢, 变动就不大, 不过就将开头那一刻cheat check的环节, 会加回个名给他, 那这个名呢, 我都想了一段时间的, 最后决定, 叫做杂杂西谈, 就跟大家分享回我日常生活的事情啦, 或者是以前经历过的事情的, 那而在颜色方面, 没见到以前呢, 好五花八门的很多种的颜色, 你说煲剧王Drama King就是黄色啦, 沿岸事件宝是红色, 朱多史实际是绿色, 但是经过了一些做design的朋友呢, 给我的回馈就是, 建议我都是统一番颜色, 不要搞到这么花哩花绿, 令到大家混淆了, 所以呢, 在新一年开始呢, Podcast的话, 将会全部统一番我的主色黄色的, 这样呢, 就不用这么花了嘛, 是不是? 而一些的新环节呢, 我都希望可以在下年的时候, 想多些再跟大家聊一下, 是不是值得做呢? 到时先出个投票, 给大家选一选, 那这个呢, 就是Podcast的新挑战啦, 一个星期, 一集, 录多些, 跟大家多些见面, 多些互动啦, 而去到YouTube方面又是怎样呢? 真是要特别特别说一说, 接下来有一个新环节啦, 是会登场, 其实在早几个月的时间开始呢, 就做定了很多功课的啦, 不论是内容上也好, 拍摄上也好啦, 都是准备得算几充分的, 希望出到来的画质也好啦, 整个感觉都好, 都是大家满意啦, 买了一盏呢, 算是几出名的灯啦, 所以距离这个收支平衡呢, 又远了一大步啦, 刚才说过啦, 买了一支新的镜头, 现在又买了一支新的灯, 唉, 这个真的是无底深渊来的, 希望拍得越来越好呢, 结果装备就越来越多, 是不是? 那这个环节是讲些什么呢? 等我买一下关子先, 请各位敬请期待呀, 等到时出街才再分享, 容许我在这里先买个关子, 是我自己一个好感兴趣的主题来的, 而因为有这个的新环节登场啦, 再加上podcast的工作量呢, 又再增加了一些, 就令到原本现在有的shut up and walk啦, 就要稍为放慢一些的脚步啦, 本身来说, 就是隔个星期六晚的九点钟登场的, 不过去到下年来说, 就将会调整回个步伐, 放慢一些, 希望可以放在礼拜五到登场啦, 暂时应该去保持到一个月一集的, 当然一些特别的时间啦, 节日啊, 或者一些新的题材, 很想去行的话, 都会有惊喜杂数登场的, 其他一些环节也好啊, YouTube shot也好啊, 都只可以维持着一个不定期的方式登场, 好像之前拍过的一天MC啦, 都是忽发其想, 想到就去拍啦, 所以你问我, 现在, 在新一年, 有没有些什么, 想起了的计划, 或者想做的事情啦, 其实真是要去到到时才知的, 就在这希望给个惊喜大家, 一想到, 拍到, 就会出街送给大家啦, 这个就是新一年, 2023年, 在这个YouTube平台, 和Podcast平台的新展望, 而回顾回今年呢, 都真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大家的持续收听啦,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可以继续做下去,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微型的创作者啦, 真是各位的小小一个举动呢, 都令到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去继续坚持的, 所以各位, 在新一年, 就千万不要论息啦, CLS做多些, 请我喝多些咖啡, 和我有多些的互动, 因为树洞是持续开放, 希望跟大家可以聊多些咖啡, 等去到未来, 有更加多人的时候, 哇, 可以想一下, 开个live, 和大家聊聊天, 都是一个不错的决定, 不过, 我到现在这一刻为止呢, 都不知道直播是怎样做啊, 怎样才可以高些的画质呢, 有见到有些的直播呢, 会有些comment在右手边一路弹着的, 这些呢, 都是要继续转言一下啦, 真是, 在新一年呢, 为自己, 写下了很多新的课题要做啊, 继续努力啦, 学无止境的, 对YouTube又好, Podcast又好, 真是持续地呢, 有很多新鲜的东西呢, 要吸收和学习, 沽默论, 不要说其他的social media, 好像Facebook, IG等等, 都其实keep着有很多新的玩法呢, 是陆续登场的, 2023年, 继续努力, 将自己化身了一个大海绵, 吸收更加多各样的资讯啦, 在很久很久之前, 用书头有个传奇港股佬, 他就是借信, 各位街坊, 上回我们讲到春秋战国时期, 等等, 新鲜, 还节名都没介绍啊, 街坊来新鲜, 港市大过天, 欢迎来到诸多史诚, 刚才讲到尾那里呢, 几次来过很好的closing, 去总结2022年, 其实不是的, 节目才来到一半, 要进入诸多史实的环节啦, 有一个地方呢, 对于我来说是挺有神秘的色彩的, 会听到很多的流言蜚语, 对于他的印象呢, 都比较负面一些, 了解多了之后呢, 就发现都挺不一样的哦, 又加上可能大家都是亚洲地区啦, 文化上虽然有些差距, 但是都是能够谅解的, 早在第30集的时候呢, 我就有讲过这个国家的重性制度, 除了重性制度之外呢, 印度是有更加多的事情呢, 是值得去探讨的, 特别是前排看到的新闻, 就讲到全球的人口展望啦, 联合国就发布今年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 就说全球的人口, 在上个月的15号, 即是11月15号, 就达到80亿啦, 距离上次突破70亿啦, 仅仅只是过了11年的时间而已, 而且更加预料8年之后的2030年, 人口更加会去到85亿, 再过多50年的话, 就会突破100亿大关啦, 那也在报告之中呢, 就说到印度最早会在2023年, 成为全球第一大人口的国家, 去到2050年呢, 更加去到17亿人呢, 而对于一直利用人口红利优势的中国来说呢, 这个相信对他们来说, 是一个挺大的冲击, 不过今天就不是讲人口, 而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印度的娱乐文化, 一起进入印度保来乌的音乐人生, 荷里活除了有一家大酒店之外, 也都是全球最知名的电影王国啦, 是不是? 每年出产的电影作品呢, 非常之多, 我相信没什么人是没看过荷里活的电影的啦, 但其实东方来说呢, 都有个Bollywood, 同样都是一个电影王国, 听闻全盛时期呢, 他们出产的电影比荷里活还更加之多, 而首先, 讲多一点保来乌的故事先, 保来乌就位于孟买的印地语电影业, 而当然印地语呢, 只是一个很大的部分, 在保来乌的电影之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印度方言, 而我们平时看的电影呢, 通常就是一个钟头九个字啦, 最多多少少呢, 都是两个凌钟左右的啦, 但是Bollywood的电影呢, 一来呢, 就起码三个钟头的啦, 就算你没看过他们的电影, 都一定知道他们的电影, 几乎是每一套呢, 都会有音乐和舞蹈的, 而早几年的时间呢, 印度的电影呢, 都开始慢慢普及, 进入到我们的眼球, 好像我自己来说呢, 就算没说很主动汇稳来看呢, 都是有看过几套最出名的作品的, 例如《作死不离三兄弟》啦, 来自《猩猩的PK》啦, 或者是《打死不离三婦女》的, 突然想到呢, 就是这几套啦, 但给我的感觉来说呢, 不算说很老套, 同时呢, 都挺有深度, 拍得都算挺不错的, 特别是刚才说过的这三套, 和我有印象的作品啦, 所带给我的感动呢, 都是有存在的, 而首先, 我就想说多一点点关于印度的电影啦, 相信对于他们来说呢, 其中一个娱乐呢, 就一定是看电影啦, 基本上每个印度人口中呢, 所唱着的每一首歌, 都是来自电影的歌曲来的, 但是呢, 这个并不代表着, 所有的印度人都喜欢看电影, 而对于好多的印度人来说呢, 这些的娱乐电影呢, 内容就很轻浮, 同时觉得没什么道德感的, 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呢, 除了喜欢看一些商业的电影之外呢, 他们是更加喜欢看一些艺术电影的, 另外有好多的印度人呢, 明明年轻的时候, 对于电影是非常之那么热爱, 同时是超疯狂, 每上一套就要看一套, 但是当他们的年纪占大呢, 就会忽然之间失去了对电影的兴致, 对于他们来说呢, 这些电影所带出来的观念呢, 哇, 很华丽呀, 每样的事情都是很开心, 很愉快呀, 年轻的时候呢, 就要尽情享乐呀, 沉醉其中呀, 但是当你到了某个年纪的时候, 就并不是只有沉醉在浮华的世界之中那么简单, 有很多生活上的问题要去处理, 就好像人生那样啦, 没可能每一秒都那么开心的, 他们就会慢慢地脱离了对于电影的兴趣啦, 而这个的想法呢, 也都反映了在印度的电影里面, 有很多的电影倾向呢, 都是为了年轻人去做的, 当然在我看过的电影之中呢, 就并不是说全部为了年轻人的, 也都有为了中年或者老年人去创作的, 不过, 由于印度的商业电影数量很多啦, 哪个最舍得花钱呢, 当然就是年轻人啦, 所以比例上来说, 为了年轻人创作的电影呢, 就会比较多一些, 而在印度大家会唱的热门歌曲, 就算是不看电影的人呢, 都会或多或少听过这些在电影里面的歌曲的, 这个呢, 就跟印度以前的新闻啊, 或者娱乐的来源, 主要来自收音机是有关系的, 特别在那些乡村地方呢, 仍然以收音机呢, 作为获得资讯的渠道的, 所以在印度, 所有唱到成街都知道的歌呢, 大部分都是电影歌曲, 而他们所谓热冲音乐呢, 基本上同中意音乐呢, 可以说是两码子的事情来的, 就算我说不去看这个的电影也好, 当中出现的歌曲呢, 对于他们来说, 更加重要的呢, 其实是歌词啊, 因为印度电影的歌曲里面, 歌词都是印地语, 或者乌尔都语, 基本上那些作词人呢, 都会用这些的语言来写作, 因此歌词之中, 是带着独特的韵律, 和贴近人心的语感, 就好像香港的两大便词神, 林直和黄伟文那样, 他们作的歌词呢, 是绝对会令到首歌有好, 那位歌手有好, 其实是加非常多分的, 而印度人呢, 有特别在意这些歌词, 所带给他们的感受, 你可以说那些的歌词呢, 只是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但对于印度人来说呢, 这些的歌词, 更加之多呢, 可以形容为诗歌, 在整个的印度文化之中, 占有非常之高的地位的, 所以, 在印度的年轻人来说呢, 虽然说他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之中, 但是如果见到一首新的印度歌曲呢, 里面的歌词质素比较低一些呢, 他们本能上呢, 都是会不太喜欢, 因为里面的歌词不好, 这一首歌呢, 基本上就一定不会红的了, 而在印度一些最热门的商业电影呢, 即是找些帥哥帥女啊, 在个镜头面前啊, 大怒性感又好, 疯狂恋爱都好, 这个呢, 就是铁定受欢迎的题材来的, 不论是年纪轻的会响往又好, 反而年纪越大的印度人呢, 是更加喜欢这一类型的电影, 甚至是这一类电影当中的歌曲的, 讲到音乐, 在印度电影呢, 有一个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当然是离不开他们的传统的, 而印度的传统音乐种类呢, 有非常之多, 例如刚才一路提及到的电影插曲, 这些的插曲会根据不同地方的方言, 去进行少少的变化, 令到这一首的流行歌曲, 在每一个地区都得到大众的喜爱, 其中最能够体现到印度独有音乐观的呢, 就不得不提印度的传统音乐了, 那么印度的传统音乐呢, 大致可以分为北印度的兴都斯坦尼音乐, 另一种就是南印度的卡纳提克音乐, 卡纳提克音乐呢, 在节奏上是有一个独特性的, 和它的旋律是很丰富的, 而当大家一说到印度的传统音乐呢, 第一时间想起就认为它呢, 是带有宗教性质的, 不过呢, 这个是一个误解来的呢, 好像北印度的兴都斯坦尼音乐呢, 过去是由穆斯林宫廷乐师去发展的, 在印度教的传统之中呢, 的确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 而由于这股势力太大呢, 就令到今时今日的人呢, 都认为这种的音乐呢, 和宗教有关, 但其实呢, 是没什么关系的, 这个只是一个纯粹的音乐来的呢, 而印度的传统音乐呢, 和西洋的古典乐一样, 在二十世纪中期左右呢, 就开始以高尚, 而且又教养的文化, 这个的感觉呢, 而给大家认识, 而这些的音乐在当时呢, 就也都被认为是艺术, 和国家文化资产, 但是就被当时一些的政客呢, 用作做政治的炒作工具, 不过音乐的本质是不变的, 而印度的传统音乐呢, 主流是什么呢? 就是声乐啦, 当中的旋律呢, 很多时候会超过成三十分钟以上, 也都并不是说那么容易呢, 一听就会爱上的, 但是当你越听越多这些印度的传统音乐呢, 例如听多了印度的兴都斯坦尼音乐之后, 其实可能慢慢地你都会上瘾的, 而在兴都斯坦尼音乐之中呢, 是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音高概念的, 它一般来说呢, 可以简单解释做音阶啦, 但是单从文字来说呢, 就很难直接解释到, 可能要直接上网找来听, 你才明白, 跟我们平时所听开的流行曲又好, 一些的传统古典乐又好, 当中的分别是些什么, 而拥有那么特别, 和这么独特音高的兴都斯坦尼音乐呢, 其实呢, 要说呢都真的挺抽象的, 因为这个的音高呢, 都算是一个挺即兴的旋律来的, 当你一路投入沉浸在这个的音乐之中呢, 就会不知不觉连周围的什么声都听不到了, 好像在演唱会的现场那样, 一些演奏兴都尼斯坦尼音乐的音乐家呢, 会在演奏途中清一清个喉咙, 每当一些的听众, 听到这些的艺术家清喉咙的声的时候呢, 会很激动, 表现赞叹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些的听众呢, 是完全百分之百沉醉了在这些的音乐之中, 整个耳朵的听觉都是放到无限那么大, 他特别留意在这个音程之中呢, 的每一个微小的位置, 所以忽然之间, 当乐师脱离了音乐去做清谈的动作呢, 这些的听众呢, 会认为是音乐的其中一个过程来的, 才引来到他们这么热烈的欢呼声, 所以说到, 兴都尼斯坦音乐是并存着微妙的音高和气息所形成的一个很纤细的音乐来的, 绝对是一个非常之奇妙的音乐, 在听完这一集的节目之后呢, 我相信各位都应该要快点找一找这些的印度传统音乐来听一下, 会带给大家一个全新的冲击, 听完音乐, 当然都可以看完电影啦, 特别是现在的串流平台这么方便啦, Netflix又好, Disney Plus又好, Amazon啦, HBO等等啦, 都引进了很多的印度电影给大家看的, 我可以这样保证的是, 印度的电影都真的挺好看的, 有机会大家都找来看一下, 好了, 今集的借讯以三事进入尾声, 循例上都要做个呼吁, 首先是课金支持, 等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更加重要的是CLSS, comment, like, share, 和subscribe, 所有传送们在资讯栏看得到, 多谢啦! 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中, 我们是不停吸收外来的文化, 令到这个全球的文化差距越来越小, 但是经过今集的节目, 你就会发现到, 印度人或者他们的娱乐文化之中, 仍然是很頑强地保留着自己独有的文化、音乐, 这一件事是值得给一些掌声鼓励的, 在去学习不同的文化之外, 记得同时间自己的文化都不好, 是担了它, 所以广东话的传承都真的很重要的, 好了, 今集的节目真的差不多到尾了, 好多谢大家今年的陪伴, 令到我可以继续坚持下去, 一路去想多些新的题材, 去找多些新的资料和大家去分享, 好快的而已, 过多一个星期, 去到下个星期三, 即是1月4日, 借信二三市的podcast将会增加集数, 由每个月的两集增加去到每个星期都会有一集的节目, 记得锁定时间, 就是星期三晚的九点钟, 就会在各大平台上架的了, 好了, 今年有些什么不开心的事都好, 很快就会过去, 我们是时候要展望新的一年, 我们2023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